你们知道吗 这座大楼的五楼啊 超诡异的一道晚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干嘛吓我 有意思吗 你神经病 你别动手动脚的 放开我 见鬼啊 喂 保安室吗 你好 我这电梯好像坏了 对 我们有两个人困在里面 你能找人过来修吗 好的 谢谢 凉灯啊 我回家 冷静点 我捉弄你 你也抱了我了 我们扯平了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你冷静下来好吗 你越烦躁 就会越害怕 我听说是这样 我听说是这样 上帝保佑 还挺难的 嘿 没事的 会好的 嗯 哦 神经病 倒了八辈子没余事 啊 没关系 您 鱼 啊啊 你什么有病啊 你干嘛笑我有意思吗 你神经历 怎么这么晚啊 我被上司等也就算了 我还被关到电梯里 啊 不说了不说了 郁闷 哦 那走吧 嗯 上车 来 坐 哎呀我说你们公司啊 搞得跟纳粹集中凌事啊 那么就打压你 每次呢上班还那么我 哎 你跟不跟小陆说搬家的事啊 哦我说了 不过需要点时间吗 哎对了 啊 今天早上我看到 你骑车的时候 小陆搂着你的腰 有吗 怎么没有 拜托啊 我又不是开宝马 我是骑自行车 再说了啊 哪有骑车的时候 不搂腰能坐得稳呢 那米试试 我试就试 你你来你来 我怕你 来你坐 哎哎哎哎 哈哈我跟你说得搂腰吧 你不信了还真 就是故意的 好舒服呀 我好想一直这么躺着不用骑了呀 您老就这么躺着吧 我上回我啊 天老师 你平时骑车的带小路 是不是也故意扭来扭去 好让人家搂你啊 你瞎琢磨什么了 我平时上班那么忙 哪有时间还扭来扭去 还还故意 怪不得人家说啊 男人再也有钱 都不能让女人闲在家里 女人一闲在家里啊 就容易没事找事 说谁没事找事啊 你说谁没事找事 我说你呀 你不是就在没事找事啊 没事找事 你跟我批闹啊 别闹了 没事找事 干杯哥 对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小路啊 你干嘛呀 我 我就想问你 一会儿你还打不打游戏了 你要打的话 算我一个 都十天多了 不打了啊 回去 回去睡吧啊 晚安 晚安 我来晚了我来 没事没事没事 喂 天飞 我晚上要加班 你自己弄点东西吃吧啊 哦好的 来我快会啊 干嘛 哦拜拜 我發現你在洗衣越來越好了 你虛的嗎 哎又那個大牛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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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哈哈哈 哎回來了哎我今天做了排骨的 吃完之後 我去洗碗啊 恩姐姐 田岐哥的手藝越來越好了 不比你差 别愣着打呀 没嘛 敢啊 我男朋友手艺好不好 应该不用别人来告诉我吧 还有 你以后出自己房间的门 能不能穿得住一点 我们只是合租关系 又不是一家人 你们弄都别打了 我想休息了 那我先回房间 我说你为什么 让人家那么下表态啊 你越来越小肚鸡肠了 我只不过做了个排骨汤 人家客气表扬我两句 你干嘛摆张臭脸啊 搞得现在关系那么紧 啊 小卢 小姨最近 上班工作压力有点大 你别往心里去啊 压力大 压力大就能乱发火 对吗 是 是是他不对啊 我回去就说的 对不起啊 我代表他 向你道个歉 什么时候 你可以代表我 向他道歉 好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带回 好 好 那我出去了 stiff 撿 你这么小儿勾一点很臭不要 出去 撿 pert 打过了没有 没有 喂 妈 去过来 什么 你跟我爸要来 小姨啊 你到上海那么久了 我和你爸爸两人呢 想到上海来看看你 顺便旅旅游 怎么样 不欢迎啊 欢迎啊 当然欢迎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啊 哦 好好 来 肉类也欢迎 好 拜拜妈 我爸妈要来 来就来呗 你这什么表情 他们来 我就去借辆车 然后带他们在上海逛两年 问题的关键是 他们不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 你还没告诉他们 我是哪儿见不得人是吧 不是啦 我们家家教很严的 我妈又知道我未婚同居 还不把我吊起来的 要不这样 把我的东西呢 全部离起来 打包然后 送到小楼房间让它装一下 我呢 去公司将就两碗门 那还只能这样 让小楼什么时候搬走啊 我说你怎么变那么快 刚刚还要让小楼帮忙 现在就要赶人家走 女人真麻烦 些女人麻烦还搞东东 女人回来住 不管啊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反正我爸妈后天就到 好 行 喂 是租车公司吗 我想这周末租一辆车 多少钱啊 三百 能不能便宜点啊 好好好三百三百 那行 那我明天早上去取车 谢谢再见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我爸妈要来了 如果你要租车 我可以接给你啊 你的车 划一个划痕都得几千块钱秀 我用不起 我谢谢了 嗯哼 妈妈 哎哎哎一路还生里吧 有些啊 哎辛苦我来我来我来 有有好好好 我车就在停车场走两步就到 車啊 宫子借给他的 哎呦 宫子不错啊 来接车给你啊 好好好好好 来坐坐坐上 好好好好好 来叔叔阿姨这边 到了 staircase 阿姨好啊 叔叔好 好好好 这是我的室友小路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甜呢 你看就是个好姑娘 我们家小姨啊 脾气倔 性子急 如有得罪的地方 你要多担待点啊 哎呀 阿姨 瞧你这话说的 其实蓝姐姐挺照顾我的 倒是我年纪小不懂事 还要她多担待呢 叔叔阿姨啊 你们今天肯定累了 我下厨给你们做饭去 我去 我去 不用客气 今天就等着我的手艺吧 等会儿啊 爸妈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房间 好好好 来 包挂 来 爸妈 这是我的房间 欢迎知道 收拾得还挺干净啊 小姨啊 你一个人睡那么大一个床啊 房东给的 我 我不就睡了 租房子没得挑的 那个甜肥忙的我去帮他啊 你们先看吧 妈 去吧去吧 不错不错 挺温馨的啊 哈哈哈哈 甜老师很能干吗 那必须得呀 你让我看看 插在手 哈哈 不拉 啊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来来来来 我给你绑个蝴蝶结啊 今天我就要体现好男人的形象该是怎么样 好好好 你是我的美少女小菲菲啊 好吧 哎 你没别闲着 你帮我打蛋啊 好好好 我来我来我来 呦 哎呀 开锅了开锅了 你这是什么好吃的啊 呦 来 来了 太棒了 来来来 这么漂亮的菜 来 妈 小陆啊 来 一起吃 一起吃点吧 我就不吃了吧 我还要 还要加班 你们吃好了 拜拜 好好 再见 星期六还要加班呢 这小姑娘也挺不容易的 妈 你看这姑娘也不容易 那姑娘也不容易 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你冠孕 知不知道 你还不容易呢 我看你就挺好 小田哪 又上京又会做菜 把你都养胖了 我怎么觉得小姨好像瘦了 别打岔啊 我说胖就是胖 我自己的闺女我还不了解 是你闺女啊 好像不是我闺女一样 你看看 你看看 这桌子上的一桌子菜啊 你要是待在厨房里 一辈子都做不出来 那找坏人呗你 我看我女儿就比我有福气 女人有没有福气啊 不是看在娘家 多么的娇生惯养 而是要看在婆家 多么的养真处优 小田你说是吧 对 对 来来来 最喜欢吃的青红炒鸡蛋 我看你们在上海啊 有一段日子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 妈 我都不着急急什么呀 我们採钱买房子呢 年轻人 还是先立业后成家 你懂什么呀 先成家后立业 自古以来都是 先成家后立业的嘛